歡迎收看 醫師好樂 歡迎你們的愛家跟美女好樂 愛師團 歡迎 好 我們現在三位參加來賓 邰哥 我們召喊營養師出新書 對嘛 恭喜 謝謝 我這本新書 是我的第三本書 叫做 那這是我是第一本 就是臨床結合 心理的狀態 跟外食營養 還有食譜 來告訴大家其實 有時候是情緒壓力胖 或是幸福肥 讓你會一直想吃東西 那我們解鈴還居細鈴人 從心理的方式去聊 所以你們有七個案例 月經不調便秘更年期 都可以來看我這本書 中間到了 是 邰哥你喜歡火鍋嗎 不好意思 喜歡 我真喜歡火鍋 挖一個大豆給你掉進去 有時候火鍋其實是個好選擇 是啦 大家會因為火鍋兩個是覺得 好胖喔什麼的 但其實也可以吃出健康 最重要火鍋那是可以說 應該大家圍在一起 是 吃那邊吃邊聊 邊算 圍爐的感覺 圍爐的感覺 對不對 尤其那種寒流來的時候 那氣氛最好 很溫暖 對不對 對 今天有個好處 你看那麼多營養師 對 就是要來告訴大家 怎麼樣吃出營養的火鍋 對 來喔各位 1是和牛加綠茶 2是 鱈魚軟 鱈魚軟丸 什麼 鱈魚軟丸 鱈魚軟丸 3是鱈魚加蒜苗 4是水蓮加肥牛 你們覺得哪一種搭配起來 最NG 來喔 好難喔 我選3 來 請舉牌 有人選2 最NG喔 鱈魚軟丸 加幽酪乳 我覺得是 你是什麼 1 你覺得1啊 和牛加綠茶 那感覺有綠茶有幽酪乳 對啊 簡膩耶 綠茶不是好東西 跟人講這種就是陷阱 我就是要猜陷阱 對 我們來請營養師做解答 大家有人猜對嗎 有人猜對耶 答案是 2 鱈魚軟丸 加上幽酪乳 是不是很驚訝 因為有幽酪乳是不是 對 是因為它難唸嗎 還是很驚訝 很驚訝 因為其實我們說 常見的加工品 像鱈魚軟丸 可能會加一些寶色劑 像常見的香腸 培根 所以裡面的亞硝酸鹽 還有亞硝酸胺 因為 幽酪乳它其實有酵素會分解 會讓亞硝酸鹽 變成亞硝胺 這就是二極致癌物 我們會建議大家要注意 那你看其他像綠茶 它就是一個很棒的抗氧化 所以你吃很多肉 其實吃點綠茶 是可以解膩的 再來蒜苗 蔥薑蒜裡面有寒流化合物 也是可以幫你去油解膩 抗氧化的 再來的話水蓮加肥牛 我們都說菜比肉二比一 水蓮是蔬菜 加點牛肉 其實是可以吸附油脂代調的 所以我們還是建議 二是比較NG的 對 因為它是加工食品 然後又難唸 沒有 試著吃鱈魚 有沒有 對 對不對 新鮮的鱈魚 那個一片片泡好的 下去算兩下 有沒有 沾醬一沾 有沒有 再配個蒜苗 真的好 好 看我們沐妍是很愛吃鍋對不對 我很愛吃鍋 我超愛人 因為我是那一種冬天 我可以三餐 就是一個火鍋可以吃三餐 我覺得很OK 因為我覺得在家裡就是 冷冷的吃暖暖的東西的話 而且吃鍋很省錢 但是就是我這個人就是吃鍋 有很多很多偏好跟執念 像是我覺得就是 吃火鍋的時候一定要有那個 胡麻醬 我覺得沒有胡麻醬 就沒有靈魂 尤其是我們吃烏龍麵的時候 沒有胡麻醬吃得下去嗎 吃不下去對吧 吃不下去 很日式 很日式 所以妳沒有愛沙茶醬 妳愛胡麻醬 我愛胡麻醬 而且胡麻醬吃完就覺得 天啊 我好像有日本旅遊 我好開心喔 我吃過還有一個癖好就是 我喜歡用那個油條 不要太軟的時候 然後加砂糖吃 老頭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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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油條十塊錢 你這樣加了砂糖後 好尊絕 你以為吃到一個頂級的美食 入口即化 而且不能太軟 看著大五人 妳看看妳自己 還在那邊搭槍 我忍不住啊 真的你知道我很多朋友 以前看到都說 怎麼這樣吃 後來跟著我吃以後 覺得超好吃 兩位營養師快中風了 又油又糖的 這個很... 而且就是後來別人都會指定 要我用給他吃 因為我在那個軟硬適中的時候 加了糖就是... 你有吃過嗎 乃哥 我聽都沒聽過 對啊 乃哥 我下次弄給你吃 真的好好吃喔 謝謝 他加油條給你吃 好棒 那我也愛吃就是螃蟹火鍋 尤其是那個最後煮週前 還會喝幾口 五菱糖 精華 精華 五菱肥死 我跟你講 對 就是因為太多這種 太享受的過程 所以我這一次健康檢查 醫生就說他看我就是瘦瘦 但是我的那個擋固床 好像已經到了一個頂標 就是我沒有超過 但就是一個頂標 這樣我要小心 照道理說吃火鍋應該要很健康 因為減肥有時候會建議 就是要吃健康的火鍋 但是你那個火鍋叫做 而且是會痛風的 還有那個胡麻醬 對 其實你的案例 我想到一個 我之前有一個門診病人 她是一個女記者 是專門跑醫藥線 然後她偶爾會就是 因為她是在電視台工作 她會有時候會上主播 下午的新聞 所以你知道外表其實很重要 不要太胖 然後她就想說 她平常就是有時候跑線 很忙什麼的 她就想說 她有時候中間休息的時候 她就去吃 那因為她有一點概念 她想說吃刷刷鍋 不要喝太多的湯 然後再來就是肉類的部分 她就點這個魚 雞肉 聽起來很健康對不對 她一週大概吃五次的 這種刷刷鍋 可是她說她吃了大概 一個多月之後 她胖了三公斤 然後她的朋友跟她講說 妳怎麼那麼胖 就是怎麼會忽然這個月 變那麼胖 她就想說奇怪 我又沒有喝糖 也不看可能是水種 結果後來我在門 整個跟她諮詢的時候 我後來細問之下發現 就她覺得她吃了這些 魚肉跟雞肉 太清淡了 所以她的那個醬料 她就專門選 沙茶醬跟 剛剛提到的那一種 胡麻 對 就是芝麻醬 那你知道嗎 沙茶醬一湯匙 它就110大卡 然後那個胡麻醬 那種黑芝麻醬那一種 它一湯匙就96大卡 它每一次就兩湯匙兩湯匙 加起來就快400大卡 所以事實上 你就會比吃 大概接近兩碗飯的熱量了 所以她不胖也很難 所以後來我就跟她講說 其實你的主菜 跟你的肉類 其實都選擇對 你只要把醬料的部分 可能改成 比如說醬油加上一些 你要吃辣的話 你要讓它有味道 你可以吃辣椒 像我不是說 會有那種辣椒的東西 生辣椒 蔥 薑 蒜 蒜 這樣會相對比較健康 所以後來她 下一個月吃完之後 她就瘦了兩公斤下來 所以很多人不曉得 其實醬料它其實熱量蠻高 而且它的油脂 就是油脂 油脂高會胖在體脂肪的部分 真的 你講的 我吃火鍋就會這樣子 如果去吃火鍋的話 像蔥 薑 蒜 辣椒 都是講什麼 這個天然的食材 對 那加一點醋 醬油 對 調一點味道 黑醋 白醋 那就吃起來很健康了 對 健康 我們家真的很喜歡吃火鍋 因為很方便 你就買一個鍋底 然後你就可以一直添加 一直添加 然後我們最高紀錄是 大概可以吃個兩三天 大概吃個午餐這樣子 同一鍋 好棒耶 就買一個鍋底 對 因為它有味道 就繼續添加這樣 可是反覆掐熱會有毒素 你知道嗎 可是不是人家有說那種 很厲害的那種麻辣鍋 也是一直都 從以前到現在都是同一鍋 從以前到現在都是同一鍋 有 他講的是那種 台南蛋市面那種 一直在吃 煮汁 老魯 比那個吃到加肉 最後都沒有味道了 有啦 有那個肉的精華 跟那個菜的那個甜味 肉的精華 肉浮的那個屑屑對不對 把它撈掉 我撈掉 這還是有一個香味在 其實我覺得吃火鍋 我要特別提醒的事情 我們台灣 我們中國人很喜歡叫人家 趁熱吃對不對 對 但是所以因為我們叫人家 趁熱吃 所以全世界有一半以上的食道癌 都在中國人發生 是喔 對 所以其實要建議大家 就是不要就是很燙的時候 吃下去 我要舉一個案例 那個我有一個朋友 他去吃火鍋 然後現在不是都流行那個 爆漿丸子嗎 他一吃很燙 然後就吞下去 他覺得整個喉嚨很痛 然後他就立馬就喝可樂 結果那個晚上就吐血了 為什麼呢 然後很熱的東西下去 已經把黏膜燒傷了 然後他又喝這個可樂是酸性飲料 所以如果你萬一燙到很燙的時候 記得喝的叫冰水 不是叫這個可樂汽水 還有酸梅汁 那我們世界衛生組織 已經把65度C以上的東西 就是這個溫度高的 當成致癌物了 因為這個太多這種案例了 不管是日本或者是中國很多 他們喝這個熱湯 其實會傷這個食道的黏膜 那我有一個親戚 他喉嚨 他的那個口腔裡面 長了一個這個凸狀的 一個塊狀霧出來 結果他去給醫生看 結果醫師就告訴他說 他那個是熱刺激 因為他就很喜歡那個湯滾的時候 趕快喝兩口 其實這種在滾的這個溫度 100度的時候 其實不適合我們 最適合我們人體的 是要40度以上 那其實65度以上 就會有這些風險 是喔 真的 但是你要讓他吃火鍋的人 我看他們都這樣 那個肉一算了 馬上放到嘴巴 還這樣 好舒服 一定要吧 真的 吃火鍋都這樣子 40度以上哪叫火鍋 不是 但是第一個難看 第二個燙不難過嗎 他過熟了 他不能過熟 對啊 氣氛不得到氣氛最好吃 你可以拿起來之後 加一點醬料 等一下 那麼猴急幹嘛 對啊 一拿出來就往嘴巴 這樣譚老師講 會有十道癌 你們要小心 是不是 是 那我想看到你 我想要看到你 不要哭啦 看到你又高興 就是現在 就站在這裡 你負責公公的手 走路正常嗎 假設我有媳婦的話 我是OK的 小姐不吸地 24小時不斷線 搶檔綜藝節目 熱映中搜尋 東森娛樂台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彩的內容 記得選旁邊的影片喔